普主席各界慶祝近年度農民節的大會 之前在普主農會大了回來基盤 會中標榮普主席優秀農業的優管人員 朝著百多人接受標榮 總統農民朋友就是我們的農民的典範 希望我們普主席未來有一個大糧倉的計劃 就是國產雜糧的計劃 希望我們普主席有雜糧的股倉 希望可以把這個計劃配合政府的政策來提供 總管理事不順錢之外 今年最大的事情就是跟農委會 政府設立全國大糧倉 另外向切愛中心也要在6月來起用 未來農民就不用為了大米和大米來緩樂計劃 起用後農會也會第一時間 跟他們本吉祖和報計劃 昨天來都能領到錢 對農民是很大的福氣 台湘新聞 黃培怡 蔡鳳報德